大家好 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冷 是非常适合给沙漠玫瑰做修剪的 除非我们的沙漠玫瑰接着开第二步花 像我这一颗就是刚刚开完一步花 现在又接着开花 那就不适合给它修剪 那么像这一颗的话 开完花之后没有第二次开花 非常适合给它修剪 那么我们给它修剪之前 需要准备做什么呢 我们在修剪之前一定要提高它的抗力性 因为修剪之后 它又有很多伤口 很容易受到病菌的感染 同时又容易出现烂根 所以说我们在修剪之前 最好给它使用这个磷酸钦钦 对水给它浇灌两次 这样的话 强壮它的根的同时 又可以提高它的抗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给它做修剪 这个沙漠玫瑰就更加安全了 当然了 我们在给它做修剪之前 最好给它控水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这样做的目的 是让这个沙漠玫瑰顶端的这些营养 先回流到这个竹竿这个位置 修剪之后 这个营养成分就流失的 会相对比较少 虽然说这是比较小的一个细节 但是对沙漠玫瑰做修剪 其实有非常大的益处 那么有一期间的关系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跟大家分享 如何给它做修剪